观众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听帅说第一》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叫做《星河战队》 人类与重足接触并且交战 强尼刚刚大学毕业 自己喜欢的女孩卡门和好友卡尔要去当兵 于是他也选择去入伍 可是卡门加入了空军 卡尔加入了情报部 没有一级之长的他只能去入战队 另外一个倒追他的女孩迪斯也跟着他加入 训练中他当上了班长 但因为指挥事务导致战友在演习中丧生 心灰意冷的他决定退伍 就在这时 重足发动的用远时轨道轰炸命中了他的家乡 他的父母也在这次攻击中丧生 渴望复仇的强尼取消了退伍 进入战场 但是第一次登陆战遭到惨败 陆战队损失惨重 他本人也差点阵亡 但被以前上学时的老师 现在的精英部队指挥官所救 于是强尼和迪斯 还有关系最好的一个朋友加入了精英部队 屡立战功再次当上了班长 并且也接受一直追着自己的迪斯 一次救援前哨基地的任务 落入了重足的陷阱 指挥官重伤 临死前把精英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强尼 迪斯也在这场战斗中被重足击中 在强尼的怀中死去 愤怒的强尼带领部队 要去抓住那个智慧极高的重亡 在现已成为战队高官的卡尔的帮助下 军队对重亡所在的星球发动了攻击 精英部队的任务是突击重亡的巢穴 但在战斗中卡门驾驶的战舰被击落 救生艇落入虫足巢穴 强尼带着朋友离开了自己的大部队 深入巢穴的岔路去搜救 没想到直面了虫王 最后虫王逃跑 他们也在黑人战友的牺牲掩护下逃生 出巢穴后发现大部队都在欢呼 原来有人抓到了虫王 人类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很多网友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 觉得这是一部纯粹的特效动作电影 讲人类和外星虫类怪物的战争 并最后取得了胜利 画面壮观但没有什么内涵可言 但第二次看这电影的时候 很多人已经体会到了这部电影的反讽 影片的视觉冲击力和娱乐效果堪称一流 但视频中的浓厚的种族和军国主义气息 也为电影带来了很多争议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订阅 我们明天见